在国家统计局刚刚公布的经济数据中 从关经济形势仍然是大家关注的条件 公司今天没有继续走出反弹行程 很多投资者都在持续 投机油价开始回落 在中方角地区其中一部分中小企业 正在想办法解决他们遇到的困难 在今年的CCTV经济年度人物评选当中 中国创造仍然是最重要的 观众们你好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我是马洪涛 大家好 我是宇飞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宣布 从1月18号开始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 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 调整之后大型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是16% 农村信用社等小型金融机构暂不上调 维持原来的13.5% 我记得上一次央行上调存款准备金率 应该还是在金融危机之前的2008年的6月份 从那之后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 央行连续四次下调了存款准备金率 那么现在时隔19个月之后 央行再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到底意味着什么 在资本市场也引起了很多的猜想 我们先来看看今天股市的反应如何 我现在是在东西证券复兴录营业部 在央行公布了1月18号将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的消息以后 市场的反应是非常的迅速 今天大盘就低开了67个点 那么我们来到这里的时间是下午的2点20 到目前为止大盘最低是下跌了107个点 这里的中小投资者都告诉我 这个消息发布的10点的确是有一点出乎他们的预料 央行将上调存款准备金的消息一出 大盘在银行股为代表的金融板块 以及地产股的带领下震荡下跌 盘中最低下跌的108点 收在了3172.66点 同时成交量明显放大 之前一直举期不定的中小投资者开始纷纷抛盘 这位老大爷告诉记者 昨晚看到这条新闻后 今天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营业部来卖股票 他资金要收紧 根据他这个形势走 我一看这个形势不对 大跌 今天肯定 那您这个操作上您自己是怎么操作的 所以我操作我现在我就卖 浙江龙城光这个股 7000股 我现在我就剩下1500了 我都卖掉6000了 是吧 你想 对 我主要感觉到形势不是太好 我就是一点点的走 走一步看一步走一步看一步 现在有点不好说 国家政策一点一点点出一点点出 你就跟着就政策一点点走 政策一点点走 好好的买点不管就算了 相比之下 一些投资经验较为丰富的投资者 表现的较为冷静 炒股经验已经有16年的股民张星际告诉记者 尽管他感到担心 但是他并没有动手里的股票 今天没有动 因为觉得最近时间 大盘上下的波动比较大 还看不太清楚 您觉得有没有必要特别的慌 大概就在这个相体吧 就是3000年上下左右 到这个345之间 最近这段时间恐怕就在这个区间里头震荡 作为一名普通投资者张星际感觉到 近期一系列经济政策的出台 都比预想来得早 这也让他一直保持着半仓以下的仓位 等待着经济形势变得更加明朗 这段时间可能大家对经济形势的判断 是比较复杂的 最近这个像证监会啊 保监会 民监会 要开一些陆续开一些会议 可能大家要等到这些会议 完了以后 看看国家有什么具体的一些措施出来 有专家根据去年11月底 商业银行的存款数据进行了估算 这次央行上调存款准备金率0.5% 可以一次性的冻结资金2500亿元左右 那么从市场今天的反应来看 央行上调存款准备金率 似乎是出乎了很多投资者的预料 虽然央行的举措并非直接针对股市 但是呢 对市场的资金面和投资者的心理 还是带来了一些影响 是的 那么以往存款准备金率上调 都会给市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们再一起来回顾一下 2010年1月12日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决定 从2010年1月18日起 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 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 准备金率上次上调 在2008年6月 本次调整为19个月来首次上调 2008年央行调整存款准备金率9次 其中5次上调均在上半年 前四次上调百分之0.5 6月7日上调百分之1 上调后 除3月18日 股市上涨百分之2.53万 其他四次上证宗旨平均下跌 两个百分点左右 而6月7日下跌最为明显 跌幅达到百分之7.73 在以2007年以来 存款准备金率的历次变动后 股市的表现来看 2007年全年十次上调 仅有两次股市下跌 跌幅分别为百分之2.16 和百分之2.4 其他八次均为上涨 涨幅从百分之0.43 到百分之2.16不等 从市场表现来看 存款准备金率 并不是决定股市走向的根本因素 经验表明 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 与股市的涨跌没有必然联系 而是与牛市熊市有关 在2007年 大牛市屡次上调屡次上涨 而在2008年的大雄市 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大跌 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也会大跌 我们都还记得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 世界各国都是普遍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 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 向市场注入更多的流动性资金 以防止出现经济衰退 而央行昨天宣布的决定 也意味着中国是全球主要的经济体当中 第一个对货币供应做出了反向条件的国家 那么这在国际市场上会引起怎样的反应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中国央行周二晚间宣布的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的消息 惊动了全球市场 全球资本市场受惊震荡 欧美股市昨日应声下跌 美国股市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0.35% 收于10626.43点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1.3% 收于2282.31点 标准福尔500指数下跌0.94% 收于1136.18点 道指纳指均创出2010年以来最大三日跌幅 欧洲三大股市随之下跌 英国富士100指数跌0.71% 德国股市DAX指数跌1.61% 法国CSC40指数回落1.06% 亚太股市今天也受到打压走软 澳大利亚全股日经225指数 韩国租合股价指数 及新西兰NZX50指数纷纷下跌 各种商品期货也全线走低 原油方面 美国纽约商业期货交易所 二月原油期货跌2.1% 至每桶80.79美元 伦敦二月布兰特原油期货跌2.06% 至每桶79.30美元 纽约商业交易所 隔夜黄金大幅收低 市场出现大量抛盘 黄金昨日下跌22美元 跌幅达1.9% 中国也是全球商品的主要出口国 市场认为 中国需求下降对商品货币鼓励 最近小胡走声的美元 在消息公布后 也结束了上涨市场 美元对欧元日元汇率均下跌 包括澳元新西兰 及家园在内的商品货币 对美元也触及日内低位 英国金融时报撰门表示 中国央行此举表明 为了更好的管理通胀预期 中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已经渐渐转向中性 从中国央行近期上调 央行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来看 实体经济恢复的速度已经超预期 因此央行必须通过行政手段 调整存款准备金率 来对市场实现真正的降温 美国华尔街日报认为 中国央行周二的决定 意义重大 抑制通胀 已经成为摆在中国政府面前 愈发迫切的问题 中国央行在改变此前 鼓励银行放松信贷的政策方面 行动快于预期 美国华尔街日报还认为 近年来存款准备金率 已经成为了中国央行 微调货币政策的主要工具 存款准备金率 通常就像是一个领先指标 部分原因就在于 它能向市场发出明确信号 华尔街日报预计 中国即将采取更大动作 今年晚些时候 加息就是可能的措施之一 我们看到受中国人民银行 上调存款准备金率 这条消息的影响 全球不仅是股市普遍下跌 原油黄金等市场 也都是由升转跌了 我注意到有国外的媒体分析说 国际市场出现这样一种反应 是因为投资者担心 中国上调存款准备金率 是不是意味着 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将由此转向 会不会削弱中国的国内需求 进而拖累全球经济复苏的脚步 这些担心 到底有没有必要 一分半广告之后 请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前面我们看到 央行宣布上调存款准备金率 0.5个百分点之后 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 无论是在资本市场 还是大宗商品市场 都是引起了连锁反应 我想这个市场的反应 是可以理解的 毕竟这是自2008年下半年 央行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 连续下调准备金率以来 首次是上调了准备金率 那么此举到底透露出 怎样的信号 又会对股市楼市产生怎样的影响 我想这不能简单的做出判断 还需要更加深入的来分析 我们现在就来听一下 几家知名的国际投行 他们的观点是什么 很多专家和媒体都表示 对昨天中国央行上调 存款准备金率感到意外 但不同的是 这个消息并没有出乎 很多投行分析人士的意料 意料之中的 只不过说就是昨天 还是说具体哪个点 可能是比较难预料的 我们其实一直预测是说 去年年底或去年年初就会上调 在投行分析人士看来 央行为何选择在此时 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呢 从去年来说 央行其实或者说政府 已经改变了这个政策取向 从第三季度就改变了 然后从货币政策上来说呢 最大的一个政策决定 其实是在经济工作会议前后 把这个贷款 新增贷款定在一个比较低的位置 就现在大家这个知道 今年新增贷款 大概7.5万亿 18%的增速 这个要执行这样的一个政策取向 就必须有一些一系列的政策 那么存款准备金也是这个政策之一 这个主要呢 就是因为政府不希望银行 在今年新贷款的周期 刚刚开始时候呢 过度的放贷 政府在最近几周 发出各种各样的信号 这个信号呢 已经是非常明确的 决策者呢 开始更加关注去年 大规模信贷扩张后 造成了有些企业呢 发生这种过热的现象 而且呢 出现了这种资产泡沫的问题 而且我们知道 全国的房价呢 也是屡创新高 在这种宏观的这种前提下呢 我们发现呢 政府呢 已经把这个政策呢 从宽松 现在转向中性的政策 在摩根大通中国证券 和大宗商品主席李金看来 此次央行上调存款准备金率 对中国股市将会产生 怎样的影响呢 从总体来看呢 这个政策呢 对股市呢 在短期之内呢 可能会有一些影响 就是因为呢 中国的货币政策 可能逐渐更居中性 在今年的下半年呢 中国的市场呢 可能会有更多的挑战 从全年来看呢 我们觉得整个经济的恢复呢 还是非常活跃的 而且中国的股市呢 还是会表现比较优秀的 但是呢 就是投资增长的步伐 从以前极高的这种水平放缓 而且货币供应的这个增长量呢 也会比去年会有所减速 因此呢 就是推动中国股市上扬的动力呢 可能会逐渐消退 此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 是否意味着货币政策的转向呢 投行分析人士也给出了自己的分析 政策取向其实已经改变了 虽然从这个言语上来说 仍然是适度宽松的 但是其实从去年下半年 可以来说这个银行贷款的 整个这个节奏已经放慢下来 那把今年的贷款的增速 定在一个远远低于去年的位置 这也是代表了这样一个一个意图 比较明确的告诉这个市场 这个央行又开始那个收紧 这个银行的流动性 它的政策会变得没有以前那么宽松 这个货币政策转向实际上是去年 已经这个意图已经转向了 就是这个是这个转向 体现这个转向的一个具体措施 但是国内券商信达证券研发中心总经理 吕立新对此确实不同看法 大家对这个预期都感觉到非常的不明朗 那您作为专业人士 您怎么理解这个政策 以及它后续的一些影响 会对股市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对股市的冲击 大家也不要过于悲观 因为它不是针对股市的 是针对我们的宏观经济的 针对股市起到 确实起到了一个利空的作用 但这种利空的作用 我们不应该过于夸大 我们对这次提高 村管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 做了一个量化的统计分析 3000亿出头 这么多的流动性 在这次政策措施出来之后 可能是被有效的控制住了 去年新增代股的根本是9万多亿 那么今年根据计划 大概是新增7万多亿 3000多亿去除以7万多亿 这个比例是非常小的 从量化上来分析的话 这个影响是不大的 更多的可能是在投资者 或者企业家心目中 产生一种负面的影响 就是认为可能以此为标志 货币政策开始进行收缩 这个影响是心理上的影响更大一些 但是我们的确注意到国家宏环调控 从它加强公开市场操作到目前的调整 存款准备金率 我们是能看到它有个加强的趋势 所以我想今天的股市上的表现 是不是也跟大家觉得对这个趋势的关注有关系 上涨还是下跌 我觉得在逻辑上讲主要有两个因素 一个就是流动性 一个就是上市公司的业绩 从目前的趋势看 这个流动性 总体上讲仍然是宽松了 但是和去年相比 可能有一种逐渐的收缩的这种取向 这是一个负面因素 但是跟它相对应的是宏环经济复苏良好 回到一个正常的上涨的趋势上来 那么宏环经济复苏反映在GDP上 就是一个高增长 GDP虽然是一个宏观经济指标 但是它在微观层面上 就反映为企业的效益大幅度提高 那反映在我们的股票市场里来 那就是上市公司的业绩会大幅度改善 我们现在已经面临着年报的公布期 我们会惊喜的发现 2009年上公司的业绩跟2008年相比 可能会有一个20%左右的上涨 这个业绩的改善和流动性的收缩 两者相互作用相抵 我个人认为 业绩的支撑可能更是一种主导因素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 我认为2010年年的股票市场 更多的取决于基本面 也就是上市公司业绩的改善 而不是取决于流动性 这些国际投行普遍认为 虽然央行宣布上条存款准备金率的决定 在时间节点上有些意外 但是近期将对货币政策做出灵活 微调完全是在意料之中的 也符合中国经济健康平稳发展的需要 那么从这个理论上讲 上条存款准备金率最直接的作用 就是收缩市场上的流动性资金 而从去年下半年的情况来看 资金流向最集中的领域之一 那就应该算是火爆异常的楼市 是的 那么央行的决定对楼市 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再一起来了解一下 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中伟教授认为 这次央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 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不会很大 如果要改变目前房地产非理性上涨的势头 还要看后续的宏观调控政策 总体而言的话 被房地产有一定的影响 影响房地产的不仅取决于信贷政策 还取决于土地政策 税费政策等多方面 那么以提高法定准备金率为信号 接下来我相信央行在2010年 还需要做进一步的货币政策的调整 就是说领导银行间货币市场利率的走高 以及适当的提高存贷款的利率 使它能够跟物价保持基本的同步 那么这些信号都有可能 揭开了房地产房地产调整的序幕 从今年元旦之后 很多一线城市的二手房成交量出现急剧萎缩 市场陷入观望僵局 杭州成交量下降了八成 深圳元旦三天基本没有交易 上海的商品房日均销售面积 也比12月份下降了七成多 那么这次央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 如果是作为连续出台的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 将会增加市场的观望气氛 也会对购房者产生一个房价下降的预期 不过中美教授认为 货币政策真正要体现到房价上 往往需要一定的时间很体现 从尽管譬如说07年开始 对房地产贷款收紧的比较多 但是房价仍然从05年涨到了07年 到08年的时候达到了一个阶段性的顶部 那么随着08年下半年的 信贷资金的大量的收紧 那个时候房价才出现了一个 比较明显的回落 所以这个货币政策对调控房价 也是有一定的滞后的 很多业内人士指出 2009年房价的快速上升 一方面是由于金融危机当中 中央和地方政府出台的旧市政策 另一方面也是信贷增长过快 给房价提供了一个比较强烈的支撑 不过在中美教授看来 这些因素还不是房地产市场 价格飙升的主要原因 那么09年的房价的盟涨 主要还是供求关系的失衡 以及流动性的大量的增加 导致了到最后尤其岁末的时候 市场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恐慌 也有房地产开发企业认为 存款准备金率上条 是为加强银行体系流动性管理 抑制货币信贷过快增长 但房地产信贷近两年来审查较严 一般要求市政齐全才可以放贷 那么市政齐全的开发项目 贷款额度基本不会受到影响 而利率就更不会受此影响 因此它对楼市和房价影响非常有限 其实就在宣布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的同时 央行在昨天还进一步加大了公开市场操作力度 上调一年期央票发行利率八个基点 这也是一年期央票发行利率二十周以来首次的上调 是这样 我们应该记得 在前不久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 已经确定 今年要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那么我们又应该如何来看待央行的举措 跟宏观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 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是怎么分析的 从目前来看的话还不能说 这个一次调整成款准备 就意味着我们的政策要转方向了 这次调整只是针对目前 针对商业银行现在投放 针对目前价格变化 采取的一个有针对性的一种临时的灵活的处置 但是毕竟在长达一年半的时间里 央行没有采取任何这样一个 这么强烈的信号性的这样一个紧缩的政策 这个实际上我们在09年的下半年就已经开始做了 09年的上半年后下半年 每个月的信贷的投放 上半年信贷的投放平均每个月差不多有1万亿的增量 到了下半年7、8、9、3个月变成了5000亿 然后10、11、12就变成了2500亿 这个投放赛减少的 央票的发行 它也是调节市场短期的流动性的 那它也是在下半年开始数目的恢复 所以这些流动性的调整实际上已经开始做了 但是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院长丁志杰的观点 却不尽相同 您认为央行现在出台的这个调控政策 对于整个宏观政策来看的话 是不是一个转折点 现在很多人就是说可能产生这种误解中 说央行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是不是说中国就是要退出这个 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实行相对紧的这个货币政策 那我觉得这个看法可能是有错误的 主要的理由呢 就是说现在的经济形势已经不一样 那么也就是如果我们不改变过去的这个政策的话 那么可能就会使得现在的这个货币政策 不是适度宽松 而是过度宽松 那我就这个来看 就适度宽松的这个政策的这个基调还是不变的 那么在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之后 未来会不会运用加息等手段进行调控呢 接下来会不会进入一个加息的周期 在今年的这个上半年啊 我个人认为这个加息的可能性还不是太大 因为首先来看就是说现在目前来说 央行还有足够的这种数量性的这种工具 包括这个央票的发行等等 以及存款准备金的调整 而且就是说这些呢 就是说因为这个公开市场的操作和包括 因为公开市场操作和调整这个存款准备金呢 那么能够直接解决这个目前可能流动性 就是说相对的这个就是说过剩的状况 如果说不能够解决的话 我觉得央行也有可能会考虑到加息 但目前还看不到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君 对加息持相似观点 但他认为加不加息还要看国际经济环境 那依您的预测 您觉得中国在未来会加息吗 如果是加会在什么时候 如果这个货币信价投放金增长 因为这次调整 更加合理的发展 那我们就可以避免后边更加激励的手段 但是呢今年因为国际的形势还是不太明朗的 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国际的市场 国际的价格 国际的方面的一些资金流动 可能就很难控制和很难把握 就是说到底加不加息 可能我们大家谁都不知道 要看经济的走势 对了是确实是这样 目前还很难做出一个很明确的一切 因为不确定性 国际上面不确定性太多了 全球证券期货市场在昨天和今天 都对中国上调存款准备金率 做出了强烈的反应 那么全球的货币政策 是不是都在面临着调整 或者收紧的压力呢 应该是这样来看 事实上来说呢 在去年的这个四季度 那么开始有陆陆续续 有一些国家开始在退出 它的经济刺激政策计划 那么包括我们看到的一些新兴市场国家 先后加息和一些小的发展的国家 一些小的发达国家 也加息 甚至也有一些采取其他的政策 那么也就是说 如何退出和在什么时候退出 这个经济刺激计划 是大家都有关注的 那我想就是说 有一点是肯定的 就各国根据他本国经济的这个状况 以及对世界经济走势的判断 那么选择适当的时机 那么逐步的退出这个经济刺激计划 那么这是合理的 也是可以理解的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认为 中国此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 对全球影响有限 那么代表整个前流经济的 可能是欧洲的经济 美国的经济 日本的经济 这些经济体 目前还很艰难的在恢复的过程中间 如果让他们采取一些适度紧缩的政策 目前为止还看不到这样的迹象 但是每一个国家都在关注着 自己的经济恢复的进程 在时刻准备着说 一旦经济恢复达到了一定程度了 或者达到正常的水平了 那可能原来采取的那些政策 刺激性的政策 可能就要做调整 但是目前还没有到哪个地步 国安理层多次表示过 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将是今年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基调之一 但是与此同时也强调说 今年要根据新形式新情况 着力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 如果以这样两条标准来衡量的话 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与货币政策之间并不矛盾 新年第一周新增的新贷规模放出的天量 在通胀预期持续升温的情况之下 如果货币投放忽高忽低忽冷忽热 不仅会加剧股市和楼市的波动 而且会带来经济结构的失衡 这与今年的宏观经济调控目标 是背道而驰的 央行动用存款准备金率 这种货币政策工具 对银行流动性加益管理 正是为了保持信贷投放的平稳 其实仅仅从字面上理解 我们也应该注意到 宽松的货币政策前面 还有一个关键词叫做适度 只有适度才能够确保货币政策 带来一个健康的中国景象 好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那么稍后播出的今日观察 也将会关注央行上调存款准备金率 进一步来解读 0.5个百分点背后到底意味着什么 请继续关注 同时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再见 再见